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回来五间总结时间 我新比嘉宾 在要财政圈研究部的高级分析员 阮智希,Harry Harry,你好 Harry,这一节先和大家看看 恒指现在最新的表现 恒指方面现在升125点 暂时报21,700点 期指升159点 低水184点 国企指数升2点 10189点 成交额非常疲弱 只有230亿多 其实大家都看到 今天A股方面 因为五折假期 一年三日就有个优势的情况 也算是长假期 恒指方面 今天升百多点上来 但成交方面 始终非常薄弱 就来充满收市的时间 只有230多亿 其实指标大不大 还是大家看到 内地的疲弱经济数据 今天恒指仍然有得升 现在看回恒指的升幅来说 其实我觉得比起 比如说外围的股市 比如说上星期五的美股 又或者今天的日股的升势来说 其实也都缩了一点 其实本身的升势来说 也受阻于内地一些经济 很疲弱的一些数据 如果你看回刚刚的周末和周日来说 内地也是一次过发布了 五月份相当多的数据 比如说贸易的数据有发布 CPI、PPI、工业生产、零售销售、 顾头等全部都发布了 大体上来说 你会看到 特别反映一些製造业或工业方面的数据 的确做得不一样 亦都看到本身的增长幅度 亦都是顺于市场预期的 这方面我觉得今天令到 本身恒指的升势有一定的限制 这方面如果你看恒指的表现来说 而现阶段有个反弹 上去21,687点这些位置的时候 投资者看这个反弹浪来说 我暂时只会看一个技术性的反弹 我不会抱太大的憧憬 现阶段我只会先看21,800点的水平 究竟能否冲破 逐200点、28点慢慢上去 尤其是本身中国经济的表现做得一样 再加上尤其是A股这三天都会是优势的时候 令恒指本身的成交表现做得一样 这个干涉的情况来说 我相信不会令到本身的反弹势头 难以持续 先看21,800点作为一个初步反弹的目标价 可能会比较稳定 不如和Harry 说说数据 刚才提到过去的假期时间 内地公布了一系列比较重要的 五月份的经济数据 大家看着五月份 全国居民消费物价总水平 即是CPI 同比来说升了2.1% 大幅低于市场预期的2.5% 而PPI方面同比跌了2.9% 跌幅超过预期 两个数字做得很差 一来大家担心通缩 二来PPI的数字 大家亦都担心跌幅超过市场预期 内地这三天就优势了 之后回来会否反映呢 还是现在市场仍然比较逆思维 越差就觉得 会越有一些好的措施 利好股市 但是暂时来说这两个数字 你又怎样分析内地的经济呢 如果说看内地的经济来说 对于股市的情况来说 我相信逆思维的情况 是很难会出现的 主要如果说逆思维的看法来说 我觉得美股出现的情况 会比较机会大一点 先说一些物价的指数 CPI那方面 五月份出来的按年变幅 亦都有2.1% 亦都是大幅低于市场 原先预期的2.5% 我看到当中的一些细数来说 特别看到蔬菜界格 回落得很快 这方面其实我反而觉得 对于民生或者中国的经济来说 唯一觉得CPI数据 今次来说 这么多数据里面来说 是一个利好的信号 但如果看回PPI方面 就是说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方面 跌幅再次扩大 跌到2.9% 这方面其实如果看回PPI的情况 为什么价格跌得这么多 就很明显是需求很不足 这方面如果你看回近期 亦都见到 就算说中央方面 亦都在不同的 特别在资源行业方面 做一些整合 说本身整个产能过剩的问题 仍然是相当严重的 在这个情况出现的时候 对于PPI的情况来说 其实也会继续持续下跌趋势 如果你看回PPI的跌势来说 其实已经连续15个月 有负增长的情况出现 如果大体上 如果你看回内地 在製造业方面的物价指数来说 可能已经进入了通缩的期间 这方面其实进一步 如果引伸一点去看的时候 我会比较担心这方面 製造业或者工业方面 做得这么差的时候 令到GDP的增长率 那方面 可能有个拖累 我见到大行方面 摩通都发表了份报告 预期内地公布的经济数据 比较疲弱 也会趋势内地的经济发展 但预期央行方面 货币政策 就不会减息 不如继续和大家看看 内地公布的一些数字 我见到出口来说 增长1% 入口下降0.3% 软低过2月期 你也见到贸易顺差 204亿3千万美元 见到数字来说 M2亦增长15.8% M1增长11.3% 似乎不单是CPI和PPI的数字 差过月期 其余大部分的数字 都较于期为差 我们见到本身的出入口贸易数据 上个月的数据 被市场质疑 是否做一些假数 会否说 一些出口的数字 亦都是统一统到香港 然后进入中国 这些情况出现 今次的出口数据来说 本身也见到 增长只有1% 大幅地低于市场预期 亦都是完全舒缓了 市场说本身的贸易数据 做假的情况出现 如果说结合 人民币新增贷款 又或者M2的数字 亦都见到 全部的增幅 亦都是顺于市场预期 大体上来说 你会见到 究竟 我们见到 刚才分析了五、六项数据 都做得一样 会否说 内地在货币政策方面 又或者是本身 未来的刺激政策 可能会酝酿出台 这方面 如果投资者有留意新闻 上星期五有一个特别的消息 亦都说到 内地中央方面 是可以容忍到 经济的增长率 由7.5% 跌至7.0% 这个消息 如果看回这么多项数据当中 其实主要做得比较差一点的时候 亦都是顺于市场预期 计算增长率来说 其实又不是那么差 我都觉得尤其是 首四个月的一些货币增长的力度 又或者是社会融资规模来说 做得那么强劲的时候 其实中央方面 亦都是担心内地中央金融系统的风险 我相信对于货币政策来说 短期内我不会说憧憬 减息这些措施会出台 主要是由正回购变回购 进行一些放水的动作 而且对于扣减存款准备金率这些措施来说 我都不会觉得有什么的憧憬 暂时看回来说 进行一个经济的结构改革当中 这方面的数据可能可以预示 五月的数据做得一般 甚至我预示六月的数据 都很难说做得很好 现阶段来说 对于股市的震荡来说 未免有一阵震痛 但对于长远的经济结构来说 反而是有健康的作用 好 麻烦了 另外不如同大家看看 现在蓝筹股的最新表现 就见到相关的股份来说 汇控是升五毫 中移动升两毫 中行方面升一仙 公行升四仙 建行升超过百分之一 暂时报六个一毫 港交所升过一 国寿升四仙 友邦保险升三毫半 升超过百分之一 腾讯升近百分之四的 暂时升幅最大的南筹 金沙中国升四毫半 长实跌三毫 新地跌五仙 九仓没升跌 中国海外跌三毫 华兰之地跌三毫半 中海油、汽轮能源和中国神话 暂时都没升跌 中石跌八仙 中石化今天随正 现时来说升百分之0.56% 刚才见到三只的 耐人股方面 南筹股当中 今天都有一个升幅 银行方面也公布了五月的 新增贷款人民币的数字 去到6674亿人民币 低过市场预期 市场预先预期 就7000亿至8500亿 今次来说7000亿都不够 6674亿 市场的资金面情况 现在是怎样 看到了 例如说是星期五的情况 拆息也有抽高的情况 代表市场的资金流动性 好像做得比较差 这方面 如果从分析角度去看 在于假期前 资金突然的需求 会比较大 对于资金面来说 我不会太担心 尽管有一些消息 例如光大银行 和轻业银行 可能有些违约的事件 但在双方这些银行 亦都有一些消息 澄清的报道 亦都说 对于耐人股来说 我暂时看 情况 不会太担心 但是如果你看到 那么多一些消息出来 尽管有些传言 未必是一些熟实的报道 但对于耐人来说 暂时 如果你现阶段买 这个股价表现 不会有太大的憧憬 暂时来看 今天的耐人 也有声势 只是跟随大市 暂时来说 中央方面 亦都在做很多金融系统风险的 一些调控 在帮助 对于耐人的股价 我不会说 有一个大升的情绪 出现 好 不如和大家 看看耐人股 现在最新的情况 见到 几借来说 普遍四大 国有银行股 现在都涨 建行方面 升六仙 公行升两仙 中行升一仙 农行都是升一仙 交行跌两仙 招行升六仙 信行和文行暂时没有升跌 重庆龙商跌三仙 看完浪人股 不如和大家看看 今天一些异动股的表现 和大家看看方网股 刚才报蓝筹股 都和大家提到 腾讯方面 现时是升幅最大蓝筹 在310.4 现时 今天最高见过314元 表现做得不错 除了腾讯之外 今天方网股的表现 看看388 金山软件 都升超过8% 今天股价来说 又再次破顶 网红方面 现价19.74 升超过7% 今天股价表现又再创新高 方网股表现做得相当不错 Honey究竟是什么原因 最近科技股的走势来说 的确做得不错 如果你看 自从阿里巴巴 亦都在酝酿 下半年会上市 一众科网 科技相关的股票 亦都炒上来 我都会觉得 现阶段 本身的基本面 尤其是 今天 升得很厉害 做一些游戏业务 例如网红 或是金山 做得特别美 其实都有业绩上的支持 反而要留意 一件事 就是本身的买卖策略 我都会觉得 现阶段 譬如 金山软件升到 14元 都升了一倍 这些价钱来说 你买入的时候 转身要快 我觉得转买也不要 放得那么多 如果你说 较稳定的表现来说 自不然 如果你说 代腾讯 落300元以下 去炒一个波幅 我觉得会比较稳定 好 这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要问Harry 刚才说过的股份 有没有哪种有自由 没有 谢谢 五周见到恒指半夜升95点 去到21,671点 成交额241亿多 下午1点钟 再和大家见面